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你可以打开字幕和我一起读这本书 我们频道获得独家授权,全书播放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吃遍亚洲,美食家的冒险,第五章 印度美食,芳香香料和美味咖喱 作者,任丹森,Jan Danson 第五章,印度美食,芳香香料和美味咖喱 印度美食以其芳香的香料,大胆的风味和多样化的菜肴而闻名 从火辣的咖喱到美味的小吃 印度美食提供了丰富的风味和质地 深受世界各地美食家的喜爱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印度美食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以及一些最受欢迎的菜肴 历史与文化意义 印度美食有助丰富多样的历史 只根于该国多元化的文化和地区影响 美食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包括该国的地理、宗教和贸易路线 生姜、姜黄和小茴香等印度美食不可或缺的一些关键配料和香料 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引入该地区的 宗教在塑造印度美食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牛在印度教中被视为神圣的动物 因此在印度很多地方都不吃牛肉 同样,由于宗教信仰 素食主义在印度部分地区盛行 菜肴 黄油鸡 黄油鸡是一道深受喜爱的印度菜 其特色是在奶油番茄酱中加入嫩鸡肉 这道菜用混合香料调味 包括滋然 香菜和咖喱粉 通常搭配米饭或囊饼 鹰嘴豆马萨拉 Chenna Masala是一道素食菜肴 油鹰嘴豆 西红柿和滋然 香菜和姜黄等香料混合而成 这道菜通常与米饭或囊饼一起食用 是一种丰盛可口的素食选择 布瑞亚尼 比尔亚尼是一种米饭 通常油肉或蔬菜以及豆蔻 肉桂和丁香等芳香香料混合而成 这道菜通常与Rata一起食用 这是一种以酸奶味基础的配菜 有助于平衡香料的热量 咖喱角 Samosas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印度小吃 通常用五香土豆和豌豆甜馅 糕点被炸至酥脆 通常与酸辣酱或酸奶 蘸酱一起食用 Lassie Lassie是一种以酸奶味基础的饮料 通常用水果或豆蔻等香料调味 这种饮料清爽凉爽 是炎热夏季的热门选择 印度美食提供多重口味 质地和菜肴 深受世界各地美食家的喜爱 美食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使其成为一种迷人而独特的美食体验 无论你喜欢火辣的咖喱 还是咸味小吃 印度美食都能满足每个人的口味和享受 那么 为什么不探索印度美食的世界 发现使这道菜 如此受欢迎的芳香香料和美味咖喱呢 以上是 吃遍亚洲美食家的冒险 第五章 印度美食 芳香香料和美味咖喱 请期待 我们为您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